iten regions 其實我們不是領展館 還是縫委會館 所以你ropsic紅色ow7年代招牌 還流到進來 關注重建發展的猶人 會不定期開團 帶網友遊走舊村去重溫昔日的時光 這次他們就專程為了舊招牌來到上山村 人們很遠來很遠都可以看到它的字 所以你會看到這些字是特別粗和很樸實的感覺 這都是香港的特色 這些舊式的招牌一定要在現在的舊村才有 因為很多新的舊區的店舖換得很快 所以這條招牌都留不住 白底洪志的北藝啟書手寫體是香港獨有 是以前的商鋪招牌經常都會用到的中文書法風格 但是就被生硬的電腦字體所取代 這些舊招牌在村內得以保留 主要的原因是 你會看到它就沒有放資源下去 就會看到這些村只有舊鋪和很多急鋪的情況 但我會看到很多舊鋪經營有困難 1982年君哥在村內開梁油店 招牌由開業一直用到現在 當時或一用的白底洪志招牌的確夠搶眼 船條村很旺下 以前那些屋村變老化 剩下老人家老人村 這裡樓上只有三棟樓 它又有一間超級市場 現在都沒有什麼消費 店舖由他和弟弟兩個人做 最能賣的是泰國原裝迷 平日最多老人家會來散賣 每天的營業額大概2000元左右 幸好租夠便宜 月租大概5000元才能生存得到 除了選租就沒有什麼可以幫助 這裡又沒有建樓 其實三棟樓是不足夠的 應該在防衛會內 不要這麼官僚 應該想多些新的模式 會活化一些村 年輕人可以在這些店舖經營 還有它也要看一看 新搬進來的人在人口構成上 怎樣可以在店舖 或者在營運方式上 令街坊真的可以用得到商場 我們一句說 這個老化了 這樣就由它去死了 這是一個不是辦法